好 卓越星辰 這首歌是 我記得是我學生時代那個時候 林俗龍 所唱的一首歌 好 那他的 低音是咪 然後最高到拉 所以你看 他會把 會把你去用降音調來彈 人去用G 那你看喔 你看那個降音調 C調是這樣子 然後降音調 我們就是把 把C調的 聲音 也就降音 來當作 D 好 D RE MI Fa SO R 好 那麼這個就變降音調 為什麼他叫降音調 就是把 降音當D 就降音調 所以你看喔 他這首歌最高到拉 我們對他上去 他的拉是不是西調的D 最高的D 好 我們看一下 好 D RE D和RE有半音 降RE 好 RE和MI有半音叫降咪 也叫降 所以也叫降音調 把這個降 降咪當D 我們叫擬調 好 那 南調為什麼是G調 好 一般難調和擬調 差四個半音 好 降咪再來是咪 好 咪的話本身就半音了 好 一格 兩格 三格 四格 好 把它調高四格 是不是難調 所以他為什麼難調用G調 你都要用降一 所以 一般我們的譜 都會 以C調來表示 所以你把它夾 你把它夾 把它夾 夾這一格 你就不用用這種直滑 你就是永遠用拉型直滑 然後你彈和弦 那和弦的時候就是 就是 C就是C AMI就是AMI 那如果說你 你不用一調夾 那你就必須要 你碰到 C和弦的時候 你就必須用 降一調的 大調和弦 那麼你 你就必須要按降一 SODO MI SO 有沒有 所以這個很多同學會按得很痛苦 所以建議 用C調的直滑 拉型直滑 把它夾第三格 然後 這首歌有兩個TEMPO 兩種 彈法 一種是TANGO 前面 前面 部分是用TANGO 恰恰恰 恰蹦 一個 恰恰是三拍 第四拍就恰蹦 好 然後再來 SO SO 蹦 第一拍 然後恰蹦 第二拍 第三拍蹦蹦 第四拍恰蹦 蹦恰蹦 蹦蹦蹦 好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這首歌 卓葉星辰 那 它的 最高音是拉 最低音是咪 那拉的話 拉的話 如果說 SO 拉 拉的話 你Key的話拉 其實 它為什麼定為 降一調 就是說 你看 這個是 DO 降一調就是把 降 MI當DO 這個DO 好 RE MI FA SO 好拉 拉 是不是剛好C調的DO 所以一般 都會把 你Key定在 C調高音 DO 所以 所以 C調的高音 DO 剛好是 降一調的 拉 你看一下 這個是 叫做 SO型 為什麼叫SO型 這是SO 拉 你看喔 降一 降 MI當 DO RE RE 往上一格 是不是降 降 MI也叫生RE DO 這個當DO RE E MI FA SO LA 好 SO 它的拉 它最高音 拉 剛好是 C調的DO 所以 為什麼會把它定為 降一調是這個道理 所以你用降一調的話 就有MI DO C LA SO FA MI 好 第四條就可以當MI了 好 然後 欸 一般歌譜 它都會用 C調來表示 C調來表示 所以 所以 同學如果說你 彈 這個 收行止法 你不熟 好 這個DO 好 我們用移調甲把它 往下移 C 升C 就降D D 好 升D 就是降E 降E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DO 這個如果當作是移調甲 DO 好 這個移調甲 我把這個死死當作移調甲 D 好 第三條是不是DO 開放弦 這個當作開放弦喔 D 好 RE 往下兩個是RE MI 好 第二條線的 開放弦 這個當作開放弦喔 MI 好 F 好 SO LA 好 這是不是LA 這是 當作開放弦 LA 好 C D D 有沒有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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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 這樣就 就可以 使用到 小指 是這樣子 作詞曲 李宗盛 昨夜的 昨夜的 行程 已退落 像是在 遙遠的 平坦 像貼近 便又 已放棄 那份 愛 換來 寂寞 愛 是不變的 行程 愛 是我們 的 行程 皆 不會 在 眼角 中 醉 亂 一 那份 情 那份 愛 今夜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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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然散霜 今夜行程 今夜行程 已阑闪烁 将日生灭烂爱的火 想得到便有一四季 那份爱什么都不信我 爱是不变的星辰 爱是永恒的星辰 绝不会再一个中坠落 唱一个那份情那份爱你 今夜星辰今夜星辰 一段山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